现在被划入挪威境内的 萨米族的地区 鲑鱼不但是萨米族营养的来源 是传统的生活方式 到了现在也是很重要的经济来源 挪威的萨米民族议会 甚至还针对管理鲑鱼产业 发布过管理办法 目的是要确保萨米族人 在鲑鱼市场不会遭到不当的剥削 萨米人深深的了解 鲑鱼就是来自萨米族土地 重要的天然资源 不过在挪威达纳河 这一条河的流域 有老一辈的萨米人发现 年轻人不在下水捕抓鲑鱼 相当的忧心 一位萨米族的渔夫 正在向一群来自达纳河岸岸 聚落的小朋友解释 怎么捕鲑鱼 划穿下水亲身体验 教导下一代怎么捕抓鲑鱼 非常重要 这位是九岁的萨米族 努力学习这项传统技能 喜欢使用鱼竿钓鱼 画面上看到的是七岁大的 Vincent来自瑞典南部 和家人一起住在汤纳河流域 对父母而言 带着孩子一起去捕鲑鱼 是很重要的生活课程 这位来自瑞典 却已经在泰纳河捕了22年鱼的渔夫 也注意到 当地的小孩和年轻人 几乎很少再到河边捕鱼 9岁的萨玛这次没有钓到任何的鱼 不过也许下一次就会有鱼上钩 热心教导孩子的渔夫相信 会有更多的年轻一代 像桑马一样乐于学习 捕捕的鱼直接处理 去骨就能食用 新鲜又营养 现代化改变了许多生活方式 也让萨米人的鲑鱼文化逐渐视为 记者读戏卡洛编译